王洪军局长今年上午在文化局的会议时颁发奖状,给中华国业会理事长梁再平和水墨画家李奇茂,以加冕他们在国外宣扬中华文化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贡献。 梁再平在今年4月4号到5月1号曾经在南洋各地举行了古争演奏会,把我国繁荣进步以及安定的情形向侨胞和友邦人士报道。 李奇茂在61年的10月曾经访问了欧洲各国,并且在各地举行国附画传的作品展览。